千万不要让KTM带路 3 2 1 开始 各位远组好久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次带我们去跑山 结果活活整成了拉力赛的 前KTM车主 上次那事他一直耿耿一回 内心十分的愧疚 所以昨天他又联系到我 说教主这次相信我一回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我再次看着他朴实的面庞陷入了沉思 好吧那就再相信一回 今天咱们的目的地是分水岭 为了防止再次翻车 我也是特地提前打停了很久 确认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修路 泥地 什么上山之类的小路 这次看你怎么搞我 来走着 由于离得比较远 所以等我到的时候 大家已经全都骑了 那我也不好意思再做逗留 不提这个 开始之后我发现 今天来的车还挺全 三台KTM四台川崎一台亚马哈 当时天真的我并没有考虑太多 没有仔细去思考 为什么川崎车主聚会 会混进来三台KTM 不过山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 我陶醉在其中 也就没有过多的去想这些 看来做过功课就是不一样 虽然车多了一点 但是总不可能出现什么让我绝望的事情吧 到达世界最高层 好家伙 葛这给我控制天气呢 是吧 我真是服了你们KTM 你们是不是都有什么被动啊 就跟那柯南似的走到哪 哪发生命案 你们KTM这些是走到哪里 哪里就要么修路 要么就是 哎呀 我算过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唯独没有想到 这从半山腰开始 这种能见度不足50米的大物 是个什么东西啊 而且我观察他们各个 要么穿了奇形服 要么穿了羽绒服 就我这个傻逼 那甲外面穿了个休闲服就出来了 好家伙差点没给我冻死 到这我只能说一句啊 不得不服 给我等着 大家记好啊 尤其是在西安的朋友 千万不要跟这个叫山河的人玩啊 这家伙多少有点邪乎 哎 算了 来都来了 介绍一下今天的登顶人员吧 在下山的过程中呢 我发现刚刚的踏板老哥心态发生了一丝丝变化 也许是大脑洞出了问题 开始对KTM抱有极大的敌意 完了他已经开始无差别攻击了 好了玩归玩闹归闹啊 别拿KTM开玩笑 整个旅程下来我其实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啊 能够有这么一群整活的小伙伴 对我这个设恐的人来说 真的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啊 在拥有摩托车之后 我发现我的生活真的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我好像大概也理解了很多人为什么会去买摩托车啊 说真的 内卷加班的工作环境啊 难以承受的房价压力 以及现在这个功利冷漠的社交社会 在这个时代下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被挤压碾 化成了粉末填补在模具中 制成了一个个的螺丝钉与齿轮日夜不休的转着 而摩托车就是一扇窗 你可以不必堵车 不必计划时间 用最快的速度来逃离钢筋水泥的束缚 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仅仅在骑摩托车 而更是在找回一份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 好的 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各位彦祖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好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也许看视频的你现在正遇到自己的一些困难 但是我相信微笑着面对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毕竟干就完事了